苦瓜这样做在饭店一盘买58 今天教你在家做成本不到五元 做出来特别好看 吃着也不苦 把苦瓜的瓜囊去掉 把里面的白色筋膜也给它刮干净 锅底水开加点食盐 再加一勺白醋和一勺食用油 把苦瓜放进去焯水一分钟 这样能非常有效的去除苦瓜里面的苦味 打三个鸡蛋把蛋黄和蛋清分离 然后用筷子搅散锅底水烧开 把苦瓜放蒸壁上面 鸡蛋清倒苦瓜里面 不要倒满 倒一半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大火蒸三分钟 切点葱花和小米辣 往无限电动蒜泥器里面放入几个大蒜 几秒钟的食盐就打成蒜末了 打好之后放入碗中 再加入88粒黑芝麻 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搅拌均匀 加入食盐白糖 再加入生抽和香醋 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蛋白蒸定型之后倒入蛋黄 大火蒸三分钟左右 蒸熟出锅 切成小块摆入盘中 一盘好看又好吃的苦瓜蒸蛋就做好了 苦瓜这样做吃起来一点都不苦 蘸着料汁吃 酸辣开胃 非常的好吃又解馋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我去排骨汁吃 酸辣开胃 处理 我去排骨汁吃 酸辣开胃 处理 我去排骨汁吃 酸辣开胃 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